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福吉尼亚州的情况 该州在9月18号到10月31号之间进行了提前投票 据统计有超过270万的选民已经在大选日之前完成了投票 那么今天福州的投票站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来了解当地的情况 海伦 卡拉你好 海伦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情况怎么样 是的卡拉我现在呢是在位于佛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一个投票站 这里距离首都华盛顿的是大约15分钟的车程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呢是叫做阿灵顿中央图书馆 它是在今天选举选举日当天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投票站 那么呢我们也和投票站的主要负责人这个斯蒂芬尼桑德斯女士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采访 他告诉我们这是阿灵顿53个选区中的一个 共有大约4400位登记选民 那么整个阿灵顿来说呢已经有60%的选民是在今天大选日之前 已经通过提前去到投票站或是邮寄选票的方式完成了他们的投票 这个选区也不例外啊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在这个投票站看到的情况呢 与之前我们在维吉尼亚州其他的一些提前投票的投票站看到的情况相比 反而是比较冷清 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很长的排队的情况 选民们来到这里非常顺畅的就可以进入到投票站 完成他们的登记 然后去进行他们的投票这样一个流程 那么因为斯蒂芬尼桑德斯女士呢 她不仅是在今年是这个投票站的主管 她在过去的几次大选当中 她都是担任这样的一个职位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对于这些你刚才说了有60%的付金价选民 可能已经选择了提前投票 那么对于这些选择在投票日当天来排队投票的选民 有哪些议题对于他们来说是特别关注的呢 是的 是今天我们虽然是在这里没有看到 这种大排长龙的投票的情况 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和不仅是拜登的支持者 还有特朗普的支持者 双方的选民都有一个简单的交谈 那么有一些人呢 对于他们来说经济议题是他们最看重的 那还有一些人来说呢 是他们一些基本的一些价值观是他们最关注的 这个桑德斯女士呢 也是跟我们说就是 今年以往呢在阿灵顿是 确实是存在这个缺席投票这样一个选项 但是在往届的选举当中呢 其实你是需要有一个理由去解释 为什么你需要这个缺席投票 所以呢往年更多的人可能就会在选举日的当天 来进行投票 而今年呢因为在弗吉尼亚州呢 是这个不需要提供缺席的理由 就可以选择是进行邮寄投票 还是来到投票站提前进行投票 所以很多人像刚刚我跟你说的 已经有60%以上的人呢 是在今天之前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投票 那么今天来到现场的选民当中呢 有的人他们支持拜登呢 也是出于更加不喜欢特朗普总统这样的理由 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一番不一样的见解 还有些人也是跟我们解释了 为什么他们选择到今天才来投票 就是因为他们呢不是这种喜欢提前计划 把事情做好的这种人 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我们也期待你在今晚的特别节目里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信息 感谢海伦 感谢观看